今天我們要聊的內容是關於華為鴻蒙系統的好消息 華為最近已經正式發布了鴻蒙系統2.0版本 鴻蒙S2.0的口號是連接無限可能 致力於創造一個超級終端互聯的事件 將用戶的設備、場景、手機等聯繫在一起 華為披露,鴻蒙S2.0 beta測試版 最先登錄大屏、手機、汽車,12月份進入手機 明年的華為智能手機將全面支持鴻蒙S2.0 尤其是升級了1M1A11的用戶 將優先獲得升級鴻蒙S2.0的資格 即日起,鴻蒙系統面向大屏、手機、汽車、手機等 128KB到128MB的終端設備開業 明年4月面向128MB到4GB內存的終端設備開業 明年10月以後將面向4GB以上內存的所有設備開業 目前不少人對於鴻蒙系統有很深刻的印象 但這個印象只是停留在它是華為在受到危險時 拿出的反擊武器 但鴻蒙S是什麼樣?怎麼用?似乎誰也說不清 還有很多人想看鴻蒙S逝配到智能手機取代谷歌安卓 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手機系統 不過目前來看鴻蒙S還是在處於測試完善中 雖然剛不久發布了2.0版本 有一定改進和提升 畢竟它還和安卓比較沒有完整的應用生態 華為也通過其HMS替代谷歌 GMS繼續外用戶提供服務 早前如果猛然給手機換上一個新系統 顯然不是當下的最佳選擇 而明年開始這個時間似乎已經成熟了 明年華為智能手機將全面支持鴻蒙S2.0 但你前提是老舊手機先升級到EMU11系統 華為此刻已經將鴻蒙系統和EMUA打通 華為提出了一個超級中斷的概念 有意把所有智能手機設備聚合到一起 根據不同場景組合成不同的超級中斷為用戶服務 其實這件事在EMU10的時候 華為就已經著手在做了 當時華為展示了一個例子 在當有來視頻電話的時候 可以將大焦無人機拍攝的畫面 傳給電話的另一段 這個時候智能手機和大焦無人機 就組成了一個超級中斷 再比如華為的多頻協同功能 將手機連接到PC 在手機上編輯的文檔可以拖到PC繼續編輯 這樣手機和PC就組成了一個超級中斷 在華為的構思中 超級中斷不屑於手機和另一個智能設備相連 它可以是多個設備相連 具體是幾個則需要考慮用戶的使用場景 比如在出行場景中 手機手錶和車機就能組成一個超級中斷 底圖導航從用戶上車前到坐在車上 再到下車後 從手機到車機再到手錶 貫穿整個出行 到了EMU11系統 華為想把這個想法進一步落實 那麼如何落實 還是需要通過鴻蒙系統 鴻蒙系統是一個分布式的系統 而分布式的核心在於 讓一系列的硬件組合在一起 形成一個整體 當用戶面對這個硬件群的時候 卻像面對一件設備一樣 聽上去有點複雜 我們從智能手機的角度來看 手機和無人機連接在一起 組成一個硬件群 用戶使用手機 就可以將無人機拍到的畫面 傳到視頻電話的領頭 在這個過程中 用戶始終在操作手機 無人機則相當於手機的另一個擴展 現在華為將手機操作系統 和鴻蒙S進一步融合 利用分布式技術的特性 讓智能手機從系統層面 和更多的LT設備交互 這也是這次EMU11系統最大的升級之一 EMU11充分借解了鴻蒙2.0的分布式技術 能夠實現更多不同社會的互聯互通 EMU11創新全場景應用 可實現多頻互動 在UX設計上 EMU11不僅帶來了眾多藝術風格的主題 和DIY的LED 安推出了更為全面的智慧多窗 更在動向和多感協同上 帶來了全新視聽觸礁護體驗 從9月10日起 EMU11就正式開啟了BETA版測試 其中包括P40、Mate30、MatePad Pro系列等10款機型 甚至榮耀的榮耀V30、榮耀V30、Nova7等 更多機型升級即將啟動 王成璐預計 EMU11升級率將達到90% 用戶規模屆時將達到2億 而升級EMU11的用戶也會優先獲得升級鴻蒙S的資格 華為鴻蒙S2.0將於2020年12月將發布手機版本 明年華為智能手機將全面升級支持鴻蒙2.0 到時候大家就可以自由體驗鴻蒙系統了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